欢迎收看DNHC男生新闻 我是主播敏纯 我是主播品文 今日二三堂的联合宣教主日 本堂特别邀请了彭书瑞弟兄前来分享 今天的讲到讯息为 谁带什么福音去传给谁 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同来参加 让我们一起满满的领受还有得招 久违的公园音乐会从今天起开跑咯 这次由马太墓区为我们揭开饗宴 欢迎弟兄姐妹邀请新朋友木刀友 一起前来驻足聆听 享受一个优美的音乐下午 4月20号星期六晚上7点 邀请到来自日本的优迪雅室内乐团 来到本教会演出 真难得的机会邀请各位弟兄姐妹 能够一起来参加这音乐的饗宴 101学年度第一学期 奖助学金已经开放申请了 请弟兄姐妹至柜台索取报名表 或由教会网站申请下载 报名截止日期于4月14号 预定4月28号第四堂主日版发奖学金 请各位弟兄姐妹留意 新一季的门讯课程已经陆陆续续开课了 请有报名的弟兄姐妹留意自己的上课时间 让我们在神的家中更多的学习以及成长 周二早上10点等周四晚上7点半的查经聚会已经恢复了 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 今天下午于1点20分于雅各厅交开执事会 请各位执事同工留意时间准时参加 最后带您来欣赏马可牧区于上周的小组福音行动特别报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平文 我是敏春 我们下周再会 上周六也就是在主耶稣复活日的前夕 马可牧区的静袍小组和圣语小组 他们选择在台南市民族路人潮聚集的地方 发送福音单章 他们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对耶稣的爱 为什么要有这次的福音行动呢 我们来听听小组长怎么说 因为明天就是复活节 我们希望把耶稣基督复活的美好的大喜的消息 好消息告诉给我们周围这些 我们所不认识的朋友 那我们也希望说基督的爱可以临到他们 让他们也可以得到救恩 你们能不能拯救 我们希望 我们体验到如何传福音 如何训练自己的勇气 我觉得需要被造就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在街头的体验 静好和剩余两个小组的主缘 一定有不少的领受和看见 我们来听听一些小组员的感受 很开心可以将上帝的爱传给大家 希望他们可以更深的认识意识 感谢组员今天的一切行程都很顺利 还蛮多人愿意接受这福音的小小的担长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被打枪很多次 对啊 不过一开始的时候真的会很害羞 不敢跨出去 然后一想到说今天这样为主做多 所以一定要勇敢的站出去 可以训练我们自己 让我们自己的信仰更清楚 然后可以把这些信仰告诉更多人 这有一些会拒绝你啊 学会被人家拒绝 也是一种祝福 I love Jesus 以上是马可记者在台南市民主路的报导